他说 圆的境界 佛成佛之后 无一众生不度 无一处 无一识 无一恶不断 无一善不成就 无一众生不度 对吧 所以在因地当中 我们也要随佛发这种愿 所以我不是以赛讲了吗 我今受比丘 比丘尼界 乃是受沙咪界 乃是受菩萨界 我发心静未来寄于一切实 一切处于一切情与无情众生分上 我欲利于一切众生皆成佛道故 我事断一切恶 无恶不断 事求一切善 无善不求 事度一切众生 无一众生不度就尽成佛果 就这样发愿 对不对 这是概念中发 要观想 才开始怎么观想呢 观想说 我因为每一个对象 我都有无量无边的善要对他 对不对 有无量无边的恶要断他 有无量无边的 他的需要我要去度他 对不对 那每一个断恶就是一个善法 断恶就是善法 是不是 那每修一个善 是不是一个善法 就一个善法 两个善法 两类的善法 再来我去度化他 度化他有好多种方法 同事爱与力行 不施同事爱与力行 布施给他 他要的我给他 菩萨甚至于敢给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给他感情都敢给 很恐怖哦 你不要这样干啊 你不要拿鸡毛当令箭的 我是指菩萨 他敢给哦 我们的释迦佛就这样子啊 当年耶稣陀罗在因地 他就要求他 你做我老公啊 他就说 好啊 你做我最近老公 那你要修行 这样一辈子就卖下去 哇哩咧 要怕死 一辈子就卖掉了呢 他就这样做 当然我们凡夫不要想这种事 你也不要自己往脸上贴金 我特别是那个居士 特别不要往脸上贴金 我就是这样啦 所以我不是给我老婆啦 你卖点的 说那五四三 这个不是这样的 凡夫不可能是这样子的 你懂吗 他是懒爱为性 怎么是这样 你要那圣人修这样才可能 那么这布施爱与同事立行 爱与就是什么样子 讲他听得懂 欢喜听 而又不违背真理的话 违背真理就不能讲 你懂吗 比如说你赞叹他 也要赞叹到刚好就好 赞叹过头就虚假 也会害了他 懂吗 就是爱与 同事立行 同事 同事要跟他一起做一样的事 或者导引他来跟你做一样的事 当然是祝众生的事啊 佛法的事啊 这样懂吗 同事爱与 立行 他想做什么 协助他做 不一定跟他做 但是协助他做 缺钱给钱 缺人帮忙给人 他想去做嘛 或者教他怎么做 这样懂吗 是不是有无量无边 是不是 光一个人 你要帮助一个人就有无量无边 是不是 是不是嘛 是 OK 所以每一个善 每一个断恶 每一个利益众生 都有无量无边的相 单独对一个对象来说 我对一个人断恶 有断无边的恶 对吧 不对他杀到淫妄啊 怎样 每一次都不对他讲妄语 这就是无边的善 断恶 对不对 再来我给他好处 我教他佛法 就是无边的善给他 对不对 再来我跟他同事爱与立行不施 我是不是有无边的度化他 对不对 是不是有无量无边 这个每一个善 都像什么 说一切有不 他认为每一种善 在宇宙法界当中就是一种种子 这个每一个种子呢 就是一种有形的能量 这种有形的能量 注意听 这种有形的能量 他摸摸不着 可是你眼睛可以看得到他 像尘埃一样的光洁发光 当一个人我对他有做无边的善 断无边的恶 行无边的度化的时候 我对一个人就有无边无边的这种 很维系很维系的亮的那种尘埃 光明的善界体在放光 那如果有无边的众生呢 那这些尘埃 界云 形成像云雾一样的放光的 这种不叫尘埃 叫做界的界象 光明啊 不就像云一样的 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对不对 而且都是放光的 懂吗 每一粒都是能量放光这种感觉 因为他说一切有 是指一切善法 是有维系种子的 他们的想法是这样 我们借用他这个想法 就观想 就观想呢 当我现在怨断一切恶 无恶不断 是旧一切善 无善不求 是度一切众生 无一众生不度的时候 大地是我的心所成所感应的地 这个地呢 因为我的专心成就 让它裂开来 裂一点点 完全不会造成地震跟房子 什么坍塌 不会 是地震一点点眼睛看不出来的 然后呢 那个界云就从我的心地当中 心地由大地来代表 心地当中 因为心能够承载一切 就像大地人承载一切一样 然后产生那个界云 多到怎么样 无如云如雾 看不穿 摸不透 悬绕着我的界场势中 悬绕着这场势中 它长什么样子呢 因为长相不同 各种善法不同 所以它就有怎么样 它有青黄赤白 各种光明之色 懂吗 懂吗 光明晃耀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同时呢 它从大地起来 第一次发愿的时候 注意听啊 就是第一次白结膜的时候 你就要观想 我因为心非常真实 要成佛 要立一切众生 天地万物被我感动了 所以围绕的四周呢 这个云升起了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啊 很重要啊 不要去想了吃的东西啊 想这边啊 很重要啊 这就是观想啊 你要得戒体的时候 真的会有作用的 我告诉你 好就观想 第一 第一结膜 感动 可不可以 感动 懂吗 懂吗 出现了 好 第二次再做结膜的时候 我在想 我 一样 再念一遍哦 我弟子某某 是金寿比丘比丘界 或沙咪沙咪界 乃是等菩萨界等 我 尽未来寄于切实一切处 于一切情与无情 众生分上 事断一切恶 无而不断 事求一切三 无而不就事断 事求一切众生 无而不断 愿成就一切众生 结成佛果 哇 你要这样想 刚刚那个戒云 在我第一次发愿 震动升起 现在我第二次发愿 更导引他们了 笼罩在我的头顶上 凝聚成为散盖 好厚好厚好厚 然后厚到不见顶 然后很大很大很大 像什么呢 像那个原子弹爆炸一样 那个的闪云 在头顶上光明晃耀 悬绕不止 多高呢 一层楼高就好 或者两层楼高 或三层楼高 距离你啦 但多深呢 到无见顶的天上去 那么的厚 有没有听懂啊 有没有听懂啊 喂 很重要哦 很重要 现在就开始学了 现在就要开始学哦 学一项官哦 再讲一次 班长 好 班长 我会最后再讲一遍给他 班长在忙啊 班长为大众服务啊 没关系啊 不然就发下去吧 怎么会这么刚好 正在这么重要的时候 不是啊 没事没事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因缘如此 不然我把讲完再发好了啦 好不好 讲完这次 就是再讲一次 或者第三次 然后他就凝聚在头顶上 好厚好厚 而且悬绕 悬绕才有力量 懂吗 他是有力量的悬绕 光明七彩缤纷 想到这个时候 你看看我的 你看 我起鸡皮疙瘩 他就会起鸡皮疙瘩 他会产生一种 你知道鸡皮疙瘩 是你不能想起就起的 你懂吗 你懂吗 他叫做不随意激反应 他不是随你意志的 他是随你潜意识在反应 我只要每次想到这样 他就灌进来 为什么 我当年得戒体就这样灌 所以他就变成习惯了 习惯 就好像我是修 那个什么 修波瓦法 我修三天之后 那吉祥草 直接就插进去 软软的 一样 你经过关 那每年修一次 修一次的 平常修长寿法 这样就OK了 意思是一样的 他就是他会形成一种 身心的习惯 一定要这样关 懂吗 待会吃着边吃就边一关 别去够掉 这样就对了 不会的 第二次观想他集中在头顶上 为什么在头顶 因为要准备从你的什么 这个百慧穴进来 从你的百慧穴进来 百慧穴是怎么样 两耳相连的顶端相连的头正中央 这里 就是百慧穴 那么他从你 那百慧穴呢 百慧穴有个中脉 这个中脉是用关 这个中脉是观想出来的 他中脉是怎样 中脉你要观想到 晶莹剔透 从这里有开口 然后呢 身体的正中央入喉咙 然后在你的身体的正中央 一直到海底轮 海底轮就是你的会因 会因是什么呢 男跟或者女跟 跟你的大便道之间那个地方 那就是你的海底轮 海底轮那个地方 你坐的时候 刚好它在底端 就是海底轮 它是个透明的体 透明的体 好 那么接着第三次 第三次结膜的时候 他正在念结膜 你也听得懂结膜 但是你同时观想这个云 我弟子某某 七彩云啊 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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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强大的凝聚成什么呢 一管 水管这个样子 进入你的中脉 进去之后呢 充满四肢百骸 然后呢 又从你的四肢百骸的毛细孔 回归到你慈戒的位置上去 懂意思吗 什么叫慈戒的位置 很简单啊 我对台北某一个人慈戒断杀 那个光点就到台北去 我对宇宙中将来我轮回 或者我投胎 或者我到极乐世界 回入娑婆的慈方世界去的 任何一个世界 跟我有缘的众生的身上 都会有我一粒做标志的点在那里 懂吗 懂不懂意思啊 因为我就是对他行善的啊 所以都有一粒光点在他那里 那到底在谁身上 不知道 你就这样想着 他散布在所有法界当中的一切 我要行善的对象上 在哪里 在一切有情跟无情的身上 乃至于狗啦猫啦都在他身上 这样懂吗 就要这样观想 那么呢 他会从你的那个毛细孔当中出去 为什么是毛细孔啊 为什么会这样观 你知道 成佛之后的法 法界的报身佛啊 他的相好生啊 是什么相好你知道 他是围成相好生 围成是什么 你看 世家佛叫做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才三十二个相 相是什么 有形位置相 好是什么呢 品质好位置好 这样听懂吗 品质好就比如 你也有皮肤 佛也有皮肤啊 但佛的皮肤就比我们好 这样就叫做好 懂吗 那像是什么 像是我无他有 比如说无见顶像 比如说是手磨像 还有脚平足像等等 这是我们没有他有 马阴长像 我们没有他有 这样懂意思吗 这叫像 三十二种像 八十种好而已 可是你知道吗 真正在报身佛分上 他的像好是什么呢 是围成像好 你知道为什么围成像好 就是因为你持戒围成那么多 所以你就有围成像好 你看看是不是因果的 是不是符合因果 再来 他那个好好在哪里 好在每一毫端 毫端就是毫毛上面 就会有很无边的庄严像 请问为什么 因为当年 当年我在观一切持戒的时候 就是从我的毫毛当中去的 懂不懂 了不了解啊 我从这里来行善法 我的善念 我的善种子从这里出去 将来有回应在我的毫端上 所以白豪婉转五须米呢 千百豪端 现无边 岔成海 像好 就这样来 这样了不了解 所以说灌进来之后 如三奔地裂之之相 但是因为他无形无状了 所以不会三奔地裂 开始吃了没关系 不然你们中午师傅下班 那三奔地裂一样 三奔地裂一样 那但是因为他没声没响的 没物质 开始吃没关系 没声没响的 所以呢 你只能用感受 这样懂吗 那真正的感受会是怎样 因人而异 最终你一定会有 很踏实的得戒感 将来想起来就有了 想起来就有了 这样知道吗 这一点是得戒教育最核心 要跟你们讲的观想法 也跟你也讲的因果关系 将来成佛的因果关系 是这样 那我们是融通 因为我们要赶课 才融通这样 那以后没有这样做的 好不好 因为我想要把多一点东西讲完 这样子 才融通 那我很习惯这样 因为到大学去讲课 那大学生都把自己掏出来就吃了 我已经习惯了这样 好 OK 那么就这样子了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心境相应的 第二类心境相应 是指我的发心 跟我得戒的境相应 得戒体的境相应 这是第二类的心境相应 这两个都有在绿点上说到 说到 OK 了解吗 很好 你们听到这已经很强了 你们听到这已经要得好的上品界 已经不难了 懂吗 我们最在意的就是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但你说我一开始是不是可以讲啊 你要说这样 前天三月七号上 进大殿 你们把我请进大殿 我也可以讲啊 不能 没有调手 懂吗 你的心性还没有调手 我这样讲会坏的东西 好东西也被讲成坏的 菜 菜是好吃啊 胃口胃开 吃下去也没感觉 不会有记忆 这样懂意思吗 不用看我啦 吃你的啦 好 OK 那就这样子 那么这就是心境相应的一个概念 那么 其实还有一些吻 还有一些吻 那个吻呢 我把它看看 首先 这个一滴一种反念的说 心境相应还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 稍微听一下 注意一下 就是发心起戒 结果你发心不真实 懂吗 就是心不当劲了 你心都不当劲不真实 我请问你 你观想得起来吗 你才不观想了 对不对 干我什么事 有没有这种人 有哦 这个有时候戒场当中 就出现这种人 这种如果在座也有的话 要听我劝 你要转心 你不会把你赶走 但你要转心 什么人呢 他就 他是这样讲 他是这样想 我们去受个比丘戒吧 将来念经的话 价格比较高 真的 他就这样 所以他完全不在意 他在意的就是那个三件架杀 跟最后的什么 毕业证书 就是借谍 是这样 然后去证明 然后最重要的是 上面三个点 或者九个点这样 那叫做领钱的前点 是这样 然后让人家说 我受过了 那这因地不争 因地不争 你心静很难相应 懂吗 这第一种 这心不当静 心不作义在哪 根本就不抢求戒 这第一种 这是第一种 心不当静 即人法四处 四静 虽皆如法 而受者的意念 这个心意念别缘 不成戒本 就不去不思戒本 不去思考这个 我今天到底来登坛求戒 是求什么 就是发愿要断恶修善 立一些众生成佛的 我完全不去想他 懂吗 是这样的 那都没有错啊 戒场的如法 思也如法 人法四处 都如法呀 没有用啊 他如法 周边如法 你不如法 懂吗 懂什么意思啊 OK 我问你懂不懂 那你就点个头就好 那边是 懂 就不必这样 点个头啦 这样好不好 OK 那么 这个是心静 心不当静 再来 静不称心 这就是说 我真的因心求戒 对不对 对不起 人法四处 有缺 比如说没有结界 对啊 没有结界 就惨了啊 结末不成 或者三人以上登坛 对啊 就是结末法不成 也是不成 或者念那个法 念错了 我不是早年跟你讲 早年那个中国大陆 还是用以前的作法 他念那个二部寿的时候 这比丘坛 真正的比丘的所谓 比丘尼登坛 不是本法 他结果他念成和尚 和尚你谁 他只有念和尚谁 他就挂了 这样就不对了 然后再来 他也没有去授本法 他就直接来比丘这边授 然后念文就念错 就是 他这个比丘尼是有心要求戒啊 可是 静不当心 懂吗 静错了 静错了 解摩法也念错了 或者仪轨当中少做了 比如说少做了丙问跟重问 问遮难 遮难要问的 不能没问啊 没问的大伙怎么承认 你可以受戒啊 是不是啊 那结果呢 没问 那尽菜了 不要懵了 就上去了 就不行 这样听懂吗 就叫做静不当心 有心 心要当静 心不当静 那么静不当心 或者静不称心 不要当 当是心的 心不当静 那静不称心 这是一种 这是第二种 那当然还有第三种 就心静皆不相应 遗鬼也做错 也没结界 这家伙呢 也无所谓 是不是啊 也没有真心要求戒 整个都 整座都去了了 整个都去了了了 也有这种状况 这个就戒场就很糟 我还听说那个 有那个戒场 这个这个 讲完就好了 不要传出去 还有戒场里头说 还有戒丝要跟 戒指要跟戒丝单挑的 打架 人家骂他管他 他不高兴 你看看 哎呀 今是阿弥陀佛 是不是啊 那这个戒场怎么像样 是不是 还有就是所谓的 那个那个那个 要赶金颤的 根本就不甩你的 完蛋 那么第一 那么这就不行 心静不相当 主要是来讲这个 但刚刚讲到观想戒体 这个是另外一部分 就不提 就没有提那个部分 那 观想 这个戒体 那也是心跟静的关系 这样懂吗 但是这个是不是在指 这个结模的静的事情 那在讲静的广辖的事情 但是呢 因为静的广辖单独讲 其实并不恰当 因为心静相应 本来就在灯坛的时候 跟心静相应也有关 所以我们把它放进来讲 这样听懂吗 那么这里就讲 刚刚已经教你们 观想过了 好 再来 这个 这个事成就静 这是第五 什么叫做事成就静 就是真正就念那个结模文 以上租源 俱足之后呢 还须以下租静 始从寝师后受受静 前后五尾的一一做成 才得明办事 就是说 心静相应啦 还有发心起戒啦 等等你都做了之后呢 移轨开始带你跑 跑这个移轨 跑这个移轨很快啦 大概就低谈慢一点的话呢 大概就 大家一起做的部分 大概做个三四十分钟做完 以后一谈一谈上来呢 就是七八分六七分 六七分七八分就做完做完做完就做完 这样懂吗 这个都是已经大家做到 八四成就 这叫做八四成就 四成就静 这个四就是八四 始从寝师 一路开始 登坛唱祭 所有都做 做到后来剩下什么呢 剩下最后的结膜 进去 前面就大家一起做 大家一起做 那最后进入登坛结膜 就这个在差别 这个在差别的话呢 这个 从这里开始算起的话 大概六七分钟 难中六七分钟 他就一谈就过去了 算是快 前面那些大众做 这个叫做四成就静 这个就 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太多说的 是因为这个是属于 到时候教仪轨的时候 你就自己知道 自己就知道 好 那么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五元成就 五元成就 接下来还有一大段 就是预习发戒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发戒 发起戒体 我也把它拿来当作 心境相应当中讲 这就是 一样的 预习发戒 就是我现在要教你练习 就预习 预先练习 练习什么呢 练习你发起上品强大戒心 戒体 要强大的哦 上品还分强弱 中品也分强弱 我们但求上品 不求中下二品 但上品当中 我们求强上品 我们不求弱的上品 懂吗 好 为什么强 为什么弱 你今天被我教到心很坚固 观想也很坚固 最后怨心很强 能够任运得起防非止恶之能力 这就叫强 这样懂吗 我说过了 在电梯里头我会吓坏了 女生来了我会吓坏了 他很强啊 他想都没想啊 是不是啊 我被那个 收过路费的女生摸到手 我很不爽啊 觉得超dirty的 是这样啊 这不是我装模作样 他自动反应的啊 他就是强 懂吗 懂意思吗 他就是强 当然啦 如果是这样会不会算 会是怎样 有一次 有人去问海工律师 我那里有一种 佛像我本来没注意啊 后来才发现了 人家跟我讲啊 上面有纹路 我一直看 哎呀那是象牙佛像 怎么办 老律师就跟他讲 那你是拜象牙 那还是拜观音菩萨 那你就是调成观音菩萨这样 你是拜象牙还是拜观音菩萨 第一种 第二种又有人问了 他说他是比丘 但回去照顾娘 娘是女众 这样魔畜会不会有过失 然后他就问了 老律师就跟他讲了 就问他 你是抹女人 还是抹母亲 这还是有差 律上面 律上面还是有这个事情的 儿子跟母亲形影 母亲太美了 而且母亲早生小孩 二十岁 儿子就已经八岁了 母亲才三十多一点 正是成熟女人 他儿子已经二十岁了 娘的 结果就母子形影 律上有讲到这样 所以你要知道 母子不是天生天性 母独不死 虎独不死子完全是骗人的 虎独才死子 母子之间的关系 母女之间关系 父子父女之间关系 你说他是天性 一部分对而已 你懂吗 也有那个母亲恨女儿 恨儿子恨到不行的 亲娘是 哎呦这录影 我师父的故儿 这也是他亲口跟我讲的 今天讲出来没有恶意 师姑没有恶意 我先说一下 那时候我在台中 台中还有一个金色 现在我有一个学生住在那里 进修 比丘 当时比丘 台中金色 那他也来那里见我 他跟他女儿一起来 女儿也出家 我失误的女儿出家 儿子出家 太太 故儿出家 我失误了 算起来也很好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 很辱啊 他的女儿跟 顾二 一起到金色去跟我讲 埋怨 埋怨他儿子 也就是 也就是 也就是出家的儿子 那讲讲讲讲的一句话 他很气 妈妈很气 讲那句话 如果要知道他这样 当初撕出来就把他丁死 我们是自己人 你懂吗 我们是自己人吗 我是我师父的徒弟 他又是我师父的孤儿 他又把我当作自己人 他也不掩饰他的情绪 我今天描述他 这个情绪 完全没有恶意 也没有要显露他的过失 他没有过失 就他母亲的立场 他生气的立场来说 我完全能体会这个道理 而这也证明了一件事情 一般儒家讲说虎徒不食指 其实并不尽难 老虎会吃掉自己的小老虎仔 生三只 在带他们过河的时候 或者跳水沟的时候 如果有一只或者两只 表现很差 他就把他拧回来 直接吃掉 为什么 因为成本太高 养育他的成本太高 将来他躲不过天敌 比如说其他老虎的咬 其他的狮子虎狼的对 跟他的对抗 他会认为说 这个小孩起回大了 自然养不大 我把他吃掉 不浪费 食物 食物 你一定觉得很奇怪 对吧 是因为我们被人类的伦理教育太久了 伦常教育 教育太久了 你想象不到而已 在非洲有个国家 有个民族 什么叫做孝顺爱爸爸呢 就是爸爸死了之后 喷儿食之 爱他 就要吃他 不要让他的肉 不要让他的肉在外面 曝晒 被虫子吃 应该被我吃 让我心中有 我肚中有你 你肚中有我 我因为爱你 所以吃掉你 懂吗 一点都不奇怪 你们做女生的应该知道 女人在抱小孩的时候 抱得好可爱 这个时候 白白抱会怎样 嘔呃咔的 嘔bot的 嘔这个 有没有 有没有啊 有没有 这就是爱而食之 就这样 只是真的不吃下去而已 有没有 有没有吧 情侣之间种草莓 不也这样吗 是不是这样子 这就是涉 fee 爱而食之 所以不要以为 不要以为 辅毒不食指 所以爸爸妈妈 我那位 我算是师姑 我们这样叫他好了 这是我师父的故二 他就很坦白的讲出这种话 我觉得我很感激他 他没办法当外人 也真正验证了 验证了所谓亲生母子之间的关系 有恶缘就是这样 这没什么好说的 听懂吗 当然很有可能只是讲气话 真的哪一天他受伤了 他还是会放不下 这也可能 但是你看气起来就会讲这种话 然后他的姐姐就在旁边帮枪 对啊帮枪 了解意思吗 不要笑 这是很严肃的事情 他们当缘不好的时候就会这样 谁会这样 我们都可能这样 我们对某一个人气起来就会这样 是不是 是不是嘛 有时候师兄弟还打架 对不对 更惨了 师徒打架的都有 有啊 当然是有啊 师兄弟打架的太多了 是不是 所以说诸位啊 一切都是元启法 不要以为血缘至上 华人就是因为血缘至上 家族至上 你懂吗 误认为说 误认为有血缘就是天生 应该相好 才不是 才不是 你看看唐太宗 唐太宗是逼宫他爸爸 逼死他 他哥哥的 是这样子的啊 是这样子的啊 了解吗 他掌权了之后 嘿嘿嘿 无毒不丈夫啊 可是历史会说到坏人吗 不会 历史给了一个好名声 叫做什么呢 历史 判大不判小 作大促想 因为唐太宗后来建设了一个 兴盛的王朝 于历史有功 于国家有功 所以这种小瑕疵就不说了 有什么事情 你台人也是要想英国啊 有什么事情 你懂意思吗 这当然是他们自己说的啊 儒家是以国家至上作为思考的 忠孝不能两全 请问是取忠还取孝 忠孝不两全 是取忠还取孝啦 不要启孝 当然是取忠啊 为什么 这是皇帝讲出来的话 皇帝禁皇帝的忠 怎么可以禁你妈妈的孝呢 对不对 父母在不远游 可是如果皇帝要你远征他国 要不要远游啊 要不要啊 为谁服务 为谁服务啦 为的是皇帝嘛 所以路儿是他在定的 原则是他在定的 傻傻的 布袋戏在演 外面都在演那个布袋戏 有没有 演的都是什么 所谓的忠孝结义 那根本就是为帝王服务的多啊 这种话呀 只有在中华民国戒严后三十年 和尚才能说啊 以前说了 马上怎么样 啊 对不对 不用等到皇帝啊 蒋介石就会把我 是不是啊 让我被消失 是不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们中华民国迎来了第一次的和尚 可以真正检讨过去的历史文化 什么才是符合佛性 那个不符合佛性吗 因为众生不平等啊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啊 再来众生那种 那种我职习气就会重了啊 为自己的皇帝也是我职耶 因为皇帝给你名声 财富 跟地位 你好回家光要门眉 对不对啊 所以你就为他而服务 这是一个共购关系耶 了解意思吗 今天也是啊 今天帮哪一个总统选上了 总统想下台 旁边人不让他下台 你一下台我们吃什么啊 财富要来 财富要来 你还要知道 台教的不让做教子的下来 政治就是不归路 就是这种状态 完全就是大我贪 贪嘛 我们出家人要觉醒 所以出家人出的家 是连国家的家都得出 不是说我出家 我不出国 公祉中我也是在 呼喽 或者是导引在家世俗人用的 懂吗 懂吗 懂不懂 出家就是一切的家 国家更是家呀 他是大我之家呀 我职之家呀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是这样子 所以要懂 所以我们出家人 是一切众生的出家人 我们利益众生 当然利益台湾的众生 也要利益大陆的众生 也要利益那个不信佛的那些 基督教的众生 我们都要利益啊 是不是啊 刚刚圆境广辖不讲了吗 圆的境 什么境 无量无边的境 有没有说 只有佛教徒我才度他成佛 你的戒体就挂了 就不会无量无边了 对不对 所以别忘了你的根本啊 有的人出了家之后 还在选蓝绿 还在骂对岸 还在骂 还在搞台独 这些东东不对 台独还是什么 还是什么统一 通通出家人不要碰 懂的意思吗 那些都是我职的事情 让众生自己去决定 我们也不随喜 我们也不阻挡 了解吗 了解吗 对岸怎么样 我们知道对岸有因缘 台湾怎么样 你要希望 你也希望台湾好 你也可以台湾怎么样 这OK 你到对岸去骂台湾 你在台湾骂对岸 都没有意义 都不对的 出家人 真守本分 谨守本分 是一切众生的出家人 你的慈悲是给一切众生的 给蓝 给绿 也给红 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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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这样 这才是坦荡荡的出家人 走到哪儿 都是一个慈悲的出家人 没有选边 了解吗 了解吗 要这样才对 我今天做宗教基本法 我没有在选边的 我也从来不骂谁的政府怎么样 我会去批评做政府的观念 没弄清楚 但是这是就思想说的 我不就政治选边说 这样懂意思吗 大家要了解 大家要了解 我没有政治意图 我要做宗教基本法 毫无政治意图 我刚刚晚上是 我刚一整夜没睡 我在写一篇文章 宗教基本法 与台湾的民主发展关系 我在写这个 你很难想象 一个和尚就写这种东西 但是现在遇到人 就要去召告天下之人 特别要说服那些律师 法师 法官 政客 那你就要写这种 他们听得懂的话 但是呢 我没有任何政治意图 我也不选边 我也从来不在公开场合 对哪个政府骂 对哪个政府赞叹 对于两岸关系 我表示什么 该统该读 我都没意见 众生的业力 好好谈就对了 不过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倒是真的 所以和尚一定是和平主义者 不是在先动打仗的 这是真的 了解意思吗 但是呢 这也不成为条件 比如说人家说 你如果不这样 我就打仗 那好 那我就那样吧 也不对 你这样就摄入到政治的选项 所以 心情上是和平主义 但我们介入怎么去和平 我们无法介入 他不和平就是不和平了 有什么办法 众生的贡业就这样子了 了解吗 了解意思吗 这是很深奥的 很深奥的 他有可能别人会用 破坏和平来什么 来要挟你 有很可能是这样 那这个时候你要更有智慧来看待 不然你就傻傻的被利用 被政治利用 也不对 这样知道吗 这样知道 比如说一般人会这样讲 哪一个人在选举 哪一个人去骂那个正在选举的人 其实看是看在骂他 其实在帮他助选 这样听懂意思吗 很多情况是这样 那你是看不懂 是我们今天太单纯了 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这些的做一个出家人 就是谨守本分 爱护众生 有智慧 不受利用 这样就对 好 那么再来呢 就是 里头有这么一段 叫做发起戒体的量 有多少 那么就在讲这个事 讲我刚刚讲的 我们 我正在讲这个事 我们不在政治上 人类的社会 政治生活当中 去妄想 取分别 我们就保持一定的尊重 但是那你说 那这样的话 到底出家人 要不要什么政治的思想 跟基本态度呢 这很难 这你只能依着缘起而谈 你住在台湾 你用台湾的 台湾的政治方式生活 那本来你就在台湾嘛 你不能在台湾搞专制嘛 对不对 但你说台湾的好因此 要架在别人身上 这就有问题了 因为别人是别人的姻缘 日本也不可能放在台湾用啊 美国也不能放在台湾用啊 美国再怎么好 它也不能适合台湾啊 了解意思吗 所以你可以赞叹你自己住的 我喜欢我自己现在住的这样 OK 但你不应该带着批评对别人 了解意思吗 这第一 第二的话 你对于发心 利益众生这件事情 你必须要从头到尾 都很谨慎的注意到 你不能用你世俗的选项 去伤害了发心的可能 利益众生的可能 很多人呢 他会在政治当中 选了一个唯一正确 这种唯一正确 就会伤害到别人的不正确 因为你已经说 我的是唯一正确 那他就不正确了 你想想看 是你的信徒 或者你的弟子 或者是你的什么人 他的选项刚好跟你不一样 结果就吵起来了 我们早年在台湾 常常因为选蓝选绿 师徒翻脸 兄弟断交 父子不认 家庭革命 有没有 坐在餐桌上面 妈妈选橘色 爸爸选绿色 爸爸选蓝色 儿子选绿色 然后呢 还有人选什么色 一家是四种五六种色 一起吃饭就像战场一样 这就四种人就是这样 你做一个出家人 就是要统合 朗朗后 不是你没有是非 你可以有你内在的是非 但请务必记得 他放到跟众生对应的时候 众生各个差别 这样了解意思吗 你只能要求大家尽量的忠道 不要在庙上 不要在寺院里头 为真个你真我对的这样子 师兄弟 师徒 出家人彼此 乃至居士彼此 都会搞坏关起 这个也很重要 现在烧好了 但还是隐隐然的存在着 这就是 众生共业 我个人看法是送生共业 这种共业我们出家人应该要超越 应该要做导引 听懂吗 这就是发菩提心 强而有力的帮你看到 一般出家人看不到这些 我在讲这个的时候 刚开始我讲这个时候 很多人理都不理我 因为他坚持他的政治选项 真的我没骗你 有人甚至这样跟我讲 他讲经说法的大法师 谁要是当总统的话 我他妈的台湾不住了 我移民了 真的就讲成这样 讲成这样 我也不晓得怎么办 我心里想说 我们在讲众生无边事愿度 对了 众生无边事愿度 只有他例外 我他妈不度他 他还讲这种话 我说没办法 你看这就是当年 发菩提的时候缺 你懂吗 我很在意 我很在意你这个菩提 不能缺 懂吗 懂吗 你们不能缺 永远要记得 这就是发菁广辖的问题 你不能为悔 你现在这个眼神 这个眼神就要开开 打到开才可以 这是小秤无 藏传佛教也无 日本没有 韩国也没有 只剩下真正的汉传的两岸之间会有这个解法 会有这个教法而已 你一定要传承下来 特别在台湾是一个民主环境 你更有机会掌握这个心态 为什么 因为你说你不爱台湾也没人骂你 对不对 你说你不爱今天的政府也没人会说你 反正自由 是不是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有极大的言论空间 那你保持就这个 没有人要强迫你选择什么 这时候你就可以不选择 不选择不是没有是非 你听懂我的意思 是说政府错还是错 你还是给说明 这样不对 这样对众生没有利益 可以 但是这仅止于什么 一般事实的东西 很多是你认不出来的未来 捧跟毒 怎么样子的种族见解 这些你不要去碰 因为那一碰大家就吵起来了 了解意思吗 那这个呢 不要去碰是 不要公开的说明 那你自己的 你自己一定要记得 你是西方的选民 你是释迦佛的子民 你今天只暂时挂个名 叫做中国或者台湾人 或者叫做华人 你只挂这样的血缘关系 你是借这个肚子来这里修行的 你今年投胎做台湾人 下一辈投胎做中国大陆的人 再来投胎做日本人 要不投胎做美国人 你到底要为哪一国服务 请问 你该为哪一国服务 不 我就为极乐国服务 我为我释迦佛的国二服务 了解吗 了解意思吗 不要受限于一世 一期生命 短短一期生命 就颠倒到这样子的 被血缘文化所献 所以不要有这种文化沙文主义 各国的文化 各民族的文化 都值得尊重 这才是一个佛弟子该有的心量 好不好 OK 好不好 到了告诉我时间 我一定讲到最后一秒钟 OK 这就是一静发心的概念 再来是用心成师 用心成师就是说 用你那念心来成养师父 你的师父 你的师父有两类 师父有三种师父 OK 三种师叫做 听清楚 背起来 一法二戒三剃度 剃度摆最后面 因为剃度最容易 剃头刀嚕嚕的而已 剃头刀嚕嚕的 这样就叫剃度了 一法二戒三剃度 讲法给你听的 那个师父是最重要的师父 一生当中大概会有几位 影响你法意很深的 你自己要去选择 你要去成养一法 二戒 戒就没什么好选择了 登坛得戒的那位师父 其实是三师 七正都要记得 那很难的话 你最起码记三师 懂吗 再不行 你就要给我记住得戒师 得戒师都忘记了 那就全挂了 别忘了 别忘了 好不好 这应该最起码记三师 记三师 我的三师 得戒和尚 得戒和尚呢 是上白下胜长老 那么结魔和尚呢 是上悟下名长老 我教授和尚呢 现在还在 很难得 哎呀 应该回向 应该回去显得回向单 了中长老 上了下中长老 那是我的教授和尚 我的七师父 我的七师父是 后来我们很熟的 慧本长老 不是儒本的 慧本长老 那我的九师父呢 我记得没错 好像是明光 明光法师 明光长老 后来我跟他是法师兄 关系 是这样 现在大台南佛教会理事长 人很好 老好人 是这样 就比如说这样 还有一个四师父 对 开堂和尚 是上进下进长老 赔堂和尚呢 是这个 上元下中和尚长老 你看我都很大颠 然后呢 三师父的话呢 是这个上本下学长老 你看我都还记得 那好了 这样让大家知道一下 基本上呢 这个课程 我算是把它上完 在德界教育这件事情上 接下一次我们再见面就要 你们应该受完 还不一定 还有课 那就是要讲沙咪界 我讲沙咪界 我这次负责这两个课程 大部分我都负责这样子 那讲完这个呢 你们从沙咪界就要开始用到 德界教育 在沙咪界就要用到 他没有那个明显的白山结膜 但是还是有结膜法 他还是会念 那你还是跪在那里 所以你还是要观想 先熟悉 你现在就要观想 有录音嘛 有录影嘛 你就把它写成文字 然后把它观想起来 观想起来被背下来 背下来之后呢 每天想一下 要睡觉前想一下 想一下 特别是那个云 特别是那个口白 这样两个搭配一下 搭配来想想想 想到熟了 以前老菩萨 一跪上去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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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是 什么时候不好念佛 你在这个时候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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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观想的 你不是要阿弥陀佛 这样懂吗 这个时候不是在念佛的时候 拜托 是在做观想的时候 弄错心了 主师跟律师都会喝 有会喝 不是这个时候念的 这样懂吗 好 那么原则上是这样子 那这一本德界教育给你们去复习 懂个意思吗 里头又有文 但写的相对比较简单一点 现在我这个说法是最完整的说法 这样懂吗 里头带上一个 适度一戒众生 一般都讲到这样而已 其实适度一戒众生 皆究竟成佛 是这个意思 这样好不好 这是上品 记得啊 求的是上品强大的戒体 还不是上品弱的戒体 所以你一定要观想清楚 好不好 好 我们讲到这里 那么这个课程算是结束 来回向一下 众生无边事远度 众生无边事远度 凡冷无尽事远段 法门无量事远学 佛道无上事远程 自归于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法无上心 自归于法 当愿众生 身如精脏 智慧如海 自归于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度 上报四众恩 夏季三毒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禁止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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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 《波罗讲座》 《波罗讲座》 我们上一堂课呢 已经把第一品 这个文殊师利菩萨 请示佛的一个修行观念了 接着我们要开始来谈到普贤菩萨 那在要谈到普贤菩萨之前呢 我们先了解到 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在菩萨的修行当中所给予我们的一个比较深刻的 是属于智慧 那普贤菩萨是属于观醒 就是修行的意思 也就是菩萨 那当一个菩萨面对修行境界的时候 怎么样的提升他的观照力量 就觉照的力量 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文殊师利菩萨跟师尊对话的 我们先在了解 何为我们的亲近决心 我们先翻到前面的这个第几月 第十九月这里十八月这里 这一段先告诉着我们 永断无名 方程佛道 首先要先清楚明白 众生本具的亲近绝照 本来都具足了 而且是一切如来本起因地 也就是一切诸佛 皆从这样的一个亲近绝照之力 而修行永断无名方得成佛 换句话说 包括我们自己 在修道的一个力量 也必须要从这样的一个绝照之力 首先要先清楚了解到 无上法王 也就是佛 佛呢 有大陀罗里门 名曰 圆解 就是我们人人本具 如来所证的 亲近绝照之力 而这个亲近绝照之力呢 流出一切亲近 真如菩提涅槃 或者所谓的婆罗蜜 有各种不同的佛学名相 但他都是在谈同一件事 在谈菩提也好 在谈真如也好 后面会谈到的如来障 乃至法界性 都是在谈这个所谓的圆觉 众生本具如来所证 而且呢 一切众生本具的如来智慧 亲近觉性 来教导教授菩萨法 一切如来 这个菩萨法呢 就是我们后面要是谈到的 怎么让你观照修行 包括我们待会会谈到菩萨菩萨 他提了几个问题 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包括身为一位菩萨行者 这样的一个智慧 如何在我们内心起作用 他谈到一切如来 本起因地 我们的因地发愿 因地的发心要非常的正确 本起因地 一开始的动机也好 一开始学佛的态度也好 一定要非常清楚 也许在修行过程当中 难免会有很多的妄想 雜染心 无名的干扰